中央社记者汴金峰,唯可其台北28日变今天是儿童保护日,一人闫亚伦应家福基金会邀请担任爱新大使,走上街头呼吁社会大众关注周遭儿童,预防和杜绝授虐儿童汉事发生 台湾儿童暨家庭辅助基金会今天响应儿童保护日,邀请闫亚伦出席台北101LOV 一广场前的快闪活动,在街头和民众拥抱,募集爱的便利贴,为寿命而发生 颜亚伦表示,自己小时候曾发现邻居小孩,在大热天还穿着运动外套,他因为年纪还小也很害怕而没有通报,回想起来那 为邻居小孩好像是故意遮掩伤口,他觉得民众可以多花点力气观察周遭状况,包括比如小孩穿着不当或邻居大潮等 颜亚伦指出,小时候很调皮,但最后一次被打已是国小的事 他认为,小孩会有一段时间比较吵闹,但现在有专家可以询问意见,如果自己有小孩,会把他们当大人来沟通,应该是比较好的管教方式 家福基金会社会资源处主任潘惠珍表示,家福基金会每年服务3600位小孩,一些遭遇不幸的儿童暂住在寄养家庭时,适应 过程常有破坏和自伤行为,甚至破坏寄养家庭的家具,这些儿童都需要非常多的身心辅导和陪伴,以及学习人寄互动方式 潘惠珍说,希望社区民众鸡婆一点,关注周遭儿童的异常状况,适时协助或通报,避免孩子被虐待 民众可拨打0800078585家福专线咨询 家福基金会今天在全台25处举办用爱包围受虐儿活动 民众可拍下拥抱照片或下载爱的便利贴写下对儿童的祝福 并在脸书分享,所募集的每一个拥抱及便利贴数 爱新企业将相对捐款新台币10元,支持儿保护服务经费 希望募集42800个祝福 编辑,便经封1070428